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播小课堂 本期我们来介绍一下 安全应急操作中 飞机在水面作业的注意事项 以及处理办法 那么我们在水面作业过程当中 应该注意哪些呢 一 如果水面有斜拉线 或者是电线杆 我们可以使用RTK精准打点 将其圈出 防止飞机炸击 二 水面周围 如果有树木 生长到了我们的地块内部 我们可以使用航线内缩 来保证飞机安全 当我们的飞机不小心炸击 落入到了水中 应该如何处理呢 一 应当立即枷锁 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后 进行打捞 如果飞机落入到了深水区 我们可以请求专业的打捞团队 或者是请求消防队进行打捞 二 飞机打捞上来以后 应当立即断掉电源 并取出电池 严禁二次通电 对飞机造成更大的损坏 三 将飞机表面的泥沙清理干净 并用纸巾或者是毛巾等物体 将表面的水字完全擦干 然后我们要拔掉所有射电模块的接头 并使用吹风机或者是放到阳光下暴晒 让里面的水汽完全蒸发掉 四 我们要及时的检查电池 如果发生骨包 漏液 变形等 我们要就近送到维修站进行维修 五 完成以上步骤后 我们将飞机和电池同步的送到就近维修站进行维修 以上就是本期小课堂的全部内容 关注脱工频道 解锁更多直保小技能 解锁更多直保生 详 不知道 等 等 详